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没有想到遇到了童风 童风虽然是个人类 但他跟千妹一样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林烨和童风又在一起了 但两人之间的阻碍太多 敌君松醒之后 化名敌君一直在打压林烨 想窃取林烨的研究成果 童风的师兄李觉文深爱童风 但童风却跟林烨在一起了 李觉文心里有趣 开始针对林烨 跟敌君联手对付林烨 林烨被他们陷害放火 童风也因为车祸失忆 童风的师兄李觉文将童风带走 林烨到处找不到童风 李觉文将童风带到一个 谁都不认识他们的地方 告诉童风自己是他的未婚夫 童风信以为真 就在童风使婚纱 准备和李觉文结婚的时候 林烨发现了童风的踪迹 童风因为林烨的刺激 恢复了记忆 而敌君这边也发现了 恢复神域生计的办法 就是用林烨做媒介 将地球的能源输送到神域 神域将会重生 但整个地球却会毁灭 林烨不想用地球的毁灭 来换神域 他和敌君大战了一场 却谁不能说服谁 林烨知道敌君 是一心想救上先 他向敌君保证他 一定会找到办法 让神域重生 其实林烨已经发现 用自己的火神之血 可以拯救神域 但这么做的代价 就是火神将彻底消失在宇宙中 在这之前 他要跟童风告别 童风从目中看到了林烨的选择 他执意要跟林烨成亲 因为这也是他的选择 林烨和童风成亲 两个月后神秘消失了 童风知道林烨失去了神域 他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童风生下一个儿子 他带着孩子 苦等了林烨五年 林烨终于重生归来 看到童风母子后 林烨痛哭 他一定要好好补偿童风母子 好了就说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